大家好,又到了舅老師的咖啡教訓時間囉 上週我們用這支湖做冰地咖啡 今天我們用同樣的湖教大家如何做冷脆咖啡 首先我們先將咖啡粉的玻璃網放在冷脆湖中 然後倒入40克的咖啡粉 將咖啡粉拍均勻 然後倒入600cc的冷水 再咖啡粉做浸濕 然後將全部的冷水倒入冷水湖中 蓋上我們的上蓋 然後放入冰箱冷脆8個小時之後就可以完成囉 經過8個小時囉 那我們現在將脆取好的咖啡取出 我們先將調節法轉到最淡 等到上桌的咖啡全部流完就可以囉 現在我們就來喝喝看冷脆的口感囉 它一樣有夏天的風味跟口感 不過它帶點滑順感 跟咖啡的油脂感 會讓咖啡的功夫度更加的香醇濃厚 這就是它跟冰地不一樣的感覺 不過它的花香味跟酒香味就會比冰地明顯 再減少很多 那這個是不一樣的風味 可以請大家都可以嘗試看看囉 那我們期待下次再下回囉 掰掰 掰掰